你不开心吗? 是的 发生什么事了? 明天是我妈生日,她让我送她一个礼物 那你就送她呗 可是我能力有限,没办法送给她 她要什么礼物啊?或许我能帮到你 她想要个儿媳妇 你怎么无精打采呢? 昨天做错事,被老婆跪伐遥控器 不准换台,一晚上累个半死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你就把电池抠下来 如果老婆要我换台怎么办? 这个简单啊,再买一个遥控器放口袋里 要换哪个,直接按上就行 厉害 那当然 不过,这些办法你是怎么知道的? 去年处女节你是怎么过的? 有处女节吗? 有啊,三月七号处女节 你不知道吗? 为什么把这一天定为处女节? 因为三月八号是妇女节啊 这有什么联系吗? 有啊,处女和妇女只有一日之差 你给我讲个段子吧 你想听什么段子? 随便 那我就给你开个小火车吧 好啊好啊 话说,海上飘来一句男尸,面目模糊 只能从下体辨认,全村的女人都想知道是不是自家出海打鱼的男人 第一个妇女上前看了看说 不是俺姐夫,也不是俺男人 第二个妇女也上前看了看说 不是村长,也不是书记 接着啊,一个年轻寡妇走上前 盯着男师下体看了凉酒 最后长须一口气 对着众妇女挥了挥手说 都回去吧 不是咱吹着 亲爱的,你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日吗? 肯定知道了,今天是我们恋爱一周年纪念日 那你打算怎么庆祝呢? 我请你大吃一顿 好啊好啊 你想吃什么呢? 吃香菜如何? 今天这么好的日子,咱们吃点清淡的吧 好的呢 亲爱的,还有饭吃吗? 你还没吃饭吗? 没呢 你干嘛去了?怎么这么晚还没吃饭? 你闺蜜电脑中病毒了,叫我去帮她学电脑 修完,她没留你吃饭吗? 留了,不过她炒的几个菜,我都不喜欢 她炒了什么菜啊? 一个黄瓜,一个茄子,还有一个胡萝卜 你的脸怎么受伤了? 啊,昨天晚上和老公打架了 你老公不是出差了吗? 是的,但昨晚半夜回来了 周末陪我出去玩好吗? 你想去哪玩? 去商场购物 不去 那你想去哪啊? 要去,就去野外露营 遇到老虎怎么办啊? 那我就跟它拼了 你不害怕吗? 和你在一起这么久,还有什么好怕的? 你再给我讲个段子呗 你是不是还想听小火车? 不要,我段子我都听不懂 你讲个简单点的 好,我给你讲个小动物的 有一天,老虎抓了七匹马 关在山洞,也不吃它们 每天给它们看脑残剧 看脑残剧 终于有一天,马儿们忍不住问老虎 你究竟想干什么? 老虎红着脸说 我想吃山匹马 好烦啊 怎么了? 电脑坏了,没得玩 我告诉你一个办法 按我说的做就行了 什么办法? 把坏掉的电脑放在客厅桌上 求张服贴在坏掉的电脑上 然后撒一些猫毛 每天手持香火 身穿长裙 早晚拜两次 一边拜还有一边喊 电脑君,好起来 我会好好对你的 每天照做,持续几周 这样做,电脑会自动修复吗? 不会,但你妈会受不了 然后给你买台新的 你的脸怎么了? 被我爸打了 你爸干嘛打你啊? 我把他的收藏品弄坏了 你怎么会弄坏他的收藏品呢? 都怪我当时没忍住 今天我在商场 有人喊我美女耶 然后呢? 我今天是不是特别漂亮? 不是 怎么可能啊? 人家都喊我美女了耶 这年头 喊帅哥美女 只能代表性别 昨天拜托你的事情怎么样了? 什么事情啊? 就是我昨晚喝醉酒 被女同事抢吻 还被拍了照片的事情啊 哦,这个事情啊 我已经帮你跟你女朋友解释过了 他随时可能看到一些不雅的照片 你有没有让他做好心理准备? 他说他做好心理准备了 现在要你做好心理准备 你学过中文吗? 学过 特别有意思啊 怎么有意思啊? 中国文字博大精深 每个字的设计都有其独特的含义 例如呢? 例如汉字 左边是水 右边是干 意思就是在你干的时候就会出水 而出来的水就叫做汉 啊 那我明白了 就好像男人的男字 上面有个田 意思就是男人要负责种田养家糊口 对吗? 对的 可为什么下面还有个栗呢? 男人下面要是没有栗 他还算个男人吗? 昨天在晚上认识一个少妇 就住在我附近 然后呢? 然后他约我去他家玩 你说我是去还是不去啊? 去啊 这么好的机会 为什么不去呢? 要是中途 他老公回来怎么办? 你把门翻锁了 他就进不来了呀 他知道媳妇在家 肯定会叫媳妇开门的呀 那你就进厨房 扛起他家的煤气罐 这样你就可以大摇大摆的离开了 你晚上有没有运动的习惯? 嘿嘿嘿 算运动吗? 算 那没有 这次拍监狱的纪录片 是不是要接触很多犯人? 是的 那你对他们在监狱里的生活应该很了解咯 也没什么好了解的 监狱里的生活特别单调 怎么单调了? 给我说说嘛 他们的生活每天都一样 都是吃饭 睡一觉 抱小锅的纲 没有例外的吗? 有 有一个瘦弱的少年 每天只是吃饭睡觉 其他人都会抱小锅的纲 唯独这少年没有 想来他就是小锅的纲了吧 我也这样认为啊 可人家并不叫小锅的纲 那他叫什么? 他叫小锅